大家好我是秋田 這次要和大家一起看的是一位在大阪下之爭中 差點讓德川家康切腹自殺的男人 被後人稱為日本第一兵 征田姓村的故事 故事從1582年2月開始 這時候是武田姓弦死後的第九年 武田家正受到織田姓藏的侵略 家族遇到大危機 侍奉武田家的姓村在山上亂跑想要偵查敵寢 結果發現德川的軍隊 為了看得更清楚不小心摔到德川軍旁邊 德川軍就問 你是什麼人 但姓村沒有表明身份 只說 哈哈哈你好你好 天氣真好啊 抱歉抱歉 然後就偷走對方的馬開始逃跑 這時候武田姓弦的兒子武田聖賴 在供殿中和家成開軍事會議 因為聖賴的妹夫目貞易昌 背叛武田 將武田領地的邊境開放給織田軍 所以織田軍藉此機會大舉進攻武田領地 這時候曾田姓村的父親曾田昌信 認為西邊門戶大開 繼續和織田軍發生衝突非常危險 建議武田秀賴撤回組成新府城 重新整頓軍隊以後再找機會返攻 後來為了防止家成被叛 家成必須讓家人居住在新府城中當做人質 姓村一家人也搬入新府城中生活 但曾田昌信這時候已經知道武田一定會滅亡了 所以昌信想的是如何讓曾田家族可以永續下去 隔天武田勝賴上山祭拜 也敢嘆武田盛世就要毀在他的手裡了 這時候曾田昌信安慰祖公說 有我在祖公奉心 只要信隆的潛尖山 不要火山爆發 武田盛世就會穩如泰山 結果在2月14號 48年沒噴的火山竟然開始火山爆發 讓昌信大傻眼 武田的家成血山沒血 趁這時候正式倒戈向南邊的德川軍 其實他已經偷偷的和知田與德川聯手很久了 也將所有的武田軍事情報帶給敵方 在武田家不知所措的時候 昌信建議讓自己回到炎貴城防守 炎貴城已經被昌信改造為銅牆鐵壁之城 也因為新府城太靠南邊了 所以也建議武田勝賴轉移到比較北邊的炎貴城 才是最安全的 勝賴也非常信任昌信 所以下令從新府城轉移到炎貴城 但在會議結束之後 其他加成誣陷真田家 認為真田加入武田沒多久 而且有傳聞真田和北條家有書信往來 所以不能信任真田家 最後建議武田勝賴到他們的炎貴城 也說那邊才是真正的銅牆鐵壁 拜託勝賴不要拋棄信玄辛苦建立的賈匪 勝賴聽完之後決定繼續留在賈匪 和真田家說不和他們回炎貴城了 但勝賴其實非常信任真田家 所以赦免真田家人質的身份 讓真田家全部回到炎貴城 自己則繼續守護武田家辛苦建立的賈匪 3月3日勝賴出發前往炎墊城 倖村偷偷的來替他送行 而真田家則是在下午前往炎貴城 新府城為了防止被敵人奪去 全部放火燒掉了 勝賴在路途中 隨行的家成說要先去通知前方的關卡 主攻要通過了 結果家成突然命令封閉關卡 原來他早就加入支田軍 先欺騙勝賴前往自己的炎墊城後 中途再封路 讓勝賴只能忙回走 但原本的據點新府城已經燒掉了 沒有退路的勝賴只能隨便找個地方駐紮 位於戰場中央的武田家盛世結束 市面最強的家族勢必開始搶奪中央的領地 所以賈匪美隆等地成為當時的主要戰場 北邊是上山千辛的後代上山謹盛 東邊是北條早雲的後代北條市政 南邊有軍事和經濟超強的德川家康 西邊則是有領地超大的支田信長 獲得自由的真田家準備在四面都是敵人的局勢下 開始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 結果在回顏貴城的路上 被專門獵殺武士的團體攻擊 後面的老弱婦孺一定會死幾個人 但很明顯的這團人很多都是騙薪水的 只在旁邊跟著跑而已 都不攻擊後面沒裝備的人 所以真田一行人都沒事 接下來故事會怎麼發展呢 那我們下集待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